林世榮有一個侄,叫林祖,今年已經98歲,是現在雄權勢系裏面配分最高的一位 叔侄關係,爸爸出生的時候就沒有了父母,由我叫林世榮的叔公,由林世榮叔公一手養大的 他五歲六歲起已經一路教他的東西,教功夫,林世榮一路教他的 沒多久,林世榮就帶了林祖下來香港 初初是肉行商會,想請王飛鴻下來香港教,王飛鴻就不來了,派了林世榮,林世榮下來香港 首先在肉行商會教,後期自己在竹樹坡開館,那時候叫林世榮國術社,1910年左右 林祖現在還收藏了一張,他和林世榮在1932年那時候拍的照 那張在跑馬地大球場拍的,有人請他表演,表演員在那裡拍的 另外有一張慈善籌款鎮水災之後拍的那張 林振輝師傅聽他爸爸說,上一代人之所以學功夫,主要就是想保家衛國 當日本人進來的時間,他都保衛很多條街的,組織自衛隊 當時拿著棍子,沒有槍沒有性的,但是每個人都因為 很多人走出來搶劫,沒有得吃,沒有得吃 有些草棋的一種,因為你會去進入東區 month 有些介入受老千萬元 Lukas Dio 和徒弟有興趣的來組織一個自衛團 保護街坊,保護繩 我爸爸這以前的那個人,只是需要繩庫業 他不至於你,有沒有興趣早餘,一定要你去計成 不是現在開磅 你不喜歡什麼都逼你玩 我初期不是很大興趣 就是玩功夫 後期被他夾著夾著 逼著玩 興趣愈整愈濃 沒多久林鎮輝就幫他爸爸手教徒弟 而他爸爸其中一間武館 就是響灣仔南屋 我十四五歲已經幫忙 一般都會教 早上、早上,晚上 三班都教 1949、1948 在南屋幫忙教 下午很多演戲都來學 文武生 夜晚都會學生 我們教教 很多人進來看 那時他們學習 他們不是一來就來 很多年轻人逐间馆看的,看到认为哪一间他喜欢了,才报名学的。